感謝相迎 我們繼續來看 台南有民眾在一間僑胸 看到一堆沒兒子 先像以為女子在1號 又打在肚子 這媽媽竟然就有女子的腳下 人倒掉了給他拍照 民眾是感覺很危險 也懷疑說這媽媽的女兒去報案 社會局也已經改立處理囉 民眾最後經過煙空這間僑胸的時候 看到一個兩歲左右的女兒 去讓她腦部用手跟腳下 整個人倒掉 由肚子拉起來 不算是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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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蘇動時後民眾看不下去 找這位媽媽理論 根據警方了解 是這位媽媽帶著母子到朝廂吃東西 結果小孩不小離帳道 媽媽就直接七十五小孩 她兒子和她姿勢打在肚子 警方接著通報告現場 也可動理性保護機制 統治社會局界立 現在兩歲的十五小孩 已經順道緊急安庭 經員警到場處理 初步瞭解 疑似家長管教海桶不當 本分局立即進行兒哨保護 那經社工跟家屬的對談過程中 那家屬比較不配合 那沒有辦法延離安全計畫 所以社工當下就決定說做緊急安置 以維護兒哨的安全 社會局也還要派下 跟結束福德 而且安排四點間到五十點間的請出稿 社會局好友民眾 若是有發言 若像是李小六臺的事件 可以113保護轉線 剛才經濟總統也可以113保護保安 記者 台南報道 發言